這個月三號傍晚 天空飄著雨 國中女學生層層 下課後走在斑馬線上 沒料到幾秒鐘後 卻遭到橫貨 讓砂石車要右轉 疑似為注意前車的狀況 致死跟一個行人發生碰撞 層層遭砂石車 捲入車底 失去生命跡象 明明在五十公尺就到家了 家屬聽聞噩耗實在難以接受 因為在車禍的當時 他看到了 聽到外面有車禍的聲音 他趕快跑出去看 發現是自己的女兒 壓在這個車輪底下的時候 那個心是非常的痛的 層層脫困後 在羅東聖母醫院救治 不過六號下午瞳孔放大 判定腦死 主治醫師和家屬討論後 決定替他做器官捐贈 以愛人間 平常就很熱心公益 常常跟學校或是團體去敬探這樣子 那希望說他的身體可以捲出來這樣子 他媽媽也祝福他啦這樣子 這項決定至少造福五個人 今年開始層層無法在一塊吃年夜飯 家屬哀痛無法接受訪問 由陪伴的慈濟志工對外說明 針對這起車禍事故 地方政府也盡快亡羊補牢 計畫把事故路口的斑馬線往後縮 增加行人庇護島 期盼再也沒有行人遭殃 大愛新聞徐英豪宜蘭報導